大家好,我是肉娜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来到了格局的时间 今天要分享的格局 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组合 因为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就是这个组合 那请佳玉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组合是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是 距日同工官丰三代 下面的注解是写 隐功安命之子 无节空试杀上格 身功刺姿 刺害不为美 如刺功有日守缘 害有聚者上格 刺有聚守命害 有日者不美下格 身有日守聚来 同缘无杀家平常之人 距日同工呢 是以聚门为主 那旁边呢 刚好有一个太阳可以驱聚门的暗 那太阳呢 因为它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 在斗树盘上面呢 它也是代表是复星的意思 制定规则的一颗星药 那聚门星呢 它化气为暗 那内心呢 容易有不安全感产生 那因此呢 聚门星的人呢 他会去学习各式各样的东西 来填补他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感 那因此聚门星呢 它也是一颗博学的星药 聚日在隐位的人呢 太阳是在望位 那太阳呢 它刚刚升起 那不会光芒不会太强 那可以驱聚门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感 因此呢 聚日同工的人呢 个性温暖 也乐于助人又博学 隐功安命 指此 无空结世煞上格 那隐位坐命的人呢 在无空结跟世煞 在三方之内呢 为上格 隐身位呢 会是空结对拱 管路工呢 在可戒对拱的状态之下呢 副关线会是太阳天同 工作上呢 与人不计较 又会照顾人啊 又有人缘 那财博工呢 也是空工 在可戒对拱的状况之下呢 财富线上面呢 会是说天机天良 那理财态度呢 有条理 有逻辑 如空结跟世煞的话呢 那这样的状态呢 是不是还不错 那没有这些暴冲的星药呢 在他的三方里面 那古人就会认为 要这样的人呢 就是听话 在古时候呢 因为是父传子 所以呢 才会说 欢呼散战 身攻刺姿 隐位跟身位呢 都是聚日同工的组合 但是他为什么会稍微 刺姿辛苦一点呢 这个位置呢 太阳要下山了 没有这么的亮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去驱 聚门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感 会有一下太阳 一下聚门的样子产生 也是因为这个不安全感啊 有时候讲出来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这么的重听 那状况呢 也会比较浮动 这样的话呢 古人是不是就不喜欢 他的浮观线 一样会是太阴天同 财浮线呢 一样会是天气天凉 因为太阳是在落线位 因此才会说 身攻赤姿 如四公有日守命 缘害有聚者上阁 这个意思是说呢 如果四位坐太阳 对宫呢 会是聚门星为上阁 那四位的太阳呢 是望位的太阳 能力强又有领导能力 对宫聚门星呢 在外能言善道又有号召力 那这样的人呢 在现代呢 很多的政治人物啦 或者是演讲家 都是这样的命盘 似有聚首 害有日者不美 四位聚门星做命 对宫是太阳 那太阳呢 会在落线位 因此呢 他无法去驱聚门内心的 这个不安全感 但好处是呢 他的个性温厚敦良 那与万位的太阳相较之下呢 又不会那么的强势 那在外面也给人家温暖的照顾 又愿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那这样无怨无悔的付出之下 是不是与前面叙述的状态 会相对的比较辛苦一些 生有日守 聚来同源 无杀 家平常之人 这句的话是说 没有遇到杀 这边的杀指的就是四杀 如无欲世上为平常 就普通一点而已的意思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 其实这个格局 在叙述郡门的时候 是不是会让我们知道说 郡门不是只有 大家常知道的口舌而已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哦 而且如果又有万位的太阳 来照亮他的时候 那他就显得不会那么的不安 不会那么的不安的时候 说出来的话 当然就会相对得体 可是如果说太阳不是那么的亮的时候 他当然会不安 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组合的朋友 也不要担心 因为当你不安的时候 郡门啊 这颗心真的是很棒 他反而会因为他的不安 而多去学习其他的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善良 然后他的博学 他怕他说出来的东西 不是那么的符合大家想要听的意见 反而会因为这样子让自己更博学哦 这个组合 无论是太阳在万位或是落线位 Rona老师本身都非常的喜欢呢 那所以今天的格局分享到这边 如果喜欢的朋友 帮忙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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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